嗨手機APP點一點滑一滑 就可以簡單付款 還能累積點數 使用量販店的電子錢包很方便 但卻有消費者在這過程當中 不小心被詐騙集團盯上 英明杜小姐出面控訴 自己的電子錢包被駭客入侵 而且連會員資料全被篡改 就連手機號碼也不一樣 但她從頭到尾都沒有接到通知 反而被量販店提告防駭電腦使用 讓她認為自己是被害人 卻成了被告 更質疑量販店的系統資安出現問題 警方接到量販店提告 約談二十幾人道案說明 發現有多位會員電子錢包莫名其妙 被存入五到二十萬元不等的大筆金額 詐騙集團即將這些錢轉出去 而消費者的電子錢包 就成了人頭帳戶 但要是遇上歷史情況 民眾應該如何自保 可以先確認查證一下 你這電子錢包內的款項 是從何處會進來的 又如果電子錢包內的不明款項減少了 那又是會往何處呢 那可以提供相關的往返金流資料 給警方據報案 但實際上面 這名會員本身也是一個被害人的角色 因為他的帳號被他人來做盜用 甚至手機被修改 裡面的儲值金被移走 也會涉及到刑法的妨礙電腦使用罪章 這些相關的詐欺行為也可以以被害人身份 來向警方來提告 現在人手一機 電子支付衛生活帶來便利 但如果在消費過程中發現異狀 還是得隨時提高警覺 畢竟潛藏的資安漏斗影風險 也容易讓人一不小心成為 詐騙集團共犯 華視新聞 黃培軒 陳建安 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